皮小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Gekin 今天我們要一起去台北特色一日遊 其實今天是國慶連假 然後找我朋友一起去石定 我發現石定有一個還蠻好玩的行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除了等一下要去的那個行程之外 再來幫大家找找看石定附近的特色景點 我們到了 第一站就是石定的許家麵線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來自己做流水麵線 喔 這裡就是等一下要做麵線的地方 好啦 好 我們遇到一隻沒有牙齒的貓 他可能是因為沒有牙齒 所以就是先用叫聲來代表他的公平性 可是石定附近很輕鬆 那就是這樣蹭蹭他 他就自己也不開心了 喔 我趁勒 石定徐家麵線的DIY 從講解10座到6歲麵線 總長大約2小時 店狗還會不定時出沒 一起拉 放鬆 半邊轉 一起拉 他說這個麵線長到可以跳什麼 你會跳嗎 會啦 欸 你跳得不錯耶 喔 好可怕 好 換人再幫他 欸 我真的可以跳 我以為是一個很休閒 沒有想要弄耗體力 手工麵線DIY加上流水麵線體驗 美人是新台幣500元 過程中 除了可以製作麵線之外 工作人員也會超熱情的幫忙拍照 確定什麼姿勢最好看 怎麼樣拍照效果最好 店家也會貼心的指導客人喔 你拿著不要動 我甩 你不甩 每次拍照 所以關鏡頭一下 1 2 掰 關鏡頭 1 2 掰 你們看 這是我們拉的麵團 超好玩的耶 而且超美的 哇 我們要吃流水麵線 這個是他們的黃金泡菜 然後醬油 等下流水麵線都放在裡面 我們眼前就是流水的管子 它第一道是熱水 就是先稍微清理過這邊 然後最後面它會流到那裡 好快喔 速度 喔 有有有有有 不會啊 不會 啊 你錯過了 啊 啊 連續 欸 一小時啊 欸 我們沒有撿到麵線也太多了吧 怎麼會這麼多 喔 換粉紅色了 我怎麼覺得粉紅色會自己停住 好 瞬間打臉 它麵線流完之後就開始流水果 它水果超難夾到的 呃 我的流水麵線終於來了 我剛剛一直夾不到 而且又要拍照超難的 它的麵線有三款 一款是綠色 一個是粉紅色跟原味的這樣子 我發現原味的是比較細的 像這種粉紅色啊 或是其他有顏色的 它是比較粗的麵線 嗯 我以為流水麵線是那種蕎麥麵 或是日式麵線才適合 台灣的這種細麵也蠻好吃的 我來試試看黃金泡菜配麵線 欸 好搭喔 麵線很好吃 東西好玩 過程中也可以跟親子朋友享樂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流水麵線最後它會送上他們家的水果 嗯 嗯 它好聰明 它流下來的時候是冰塊 可是我們剛剛放到那邊 它有點融化之後 甜麵的果肉超好吃 有這麼嚴重 嗯 比我剛剛吃到好吃很多 是不是很浮誇 這很像胡桃欸 對不對 吃完流水麵線之後 工作人員會幫忙 把我們剛剛自己做的麵線 再稍微加工一下 就可以自己帶回家煮囉 下一站 我們也準備去看看 十丁最有名的湖景 千島湖觀景台到了 這個入口看起來有點意外 哇超美 你們看得到嗎 然後在這邊還有賣什麼茶菸大啊 滷豆干這種小吃的 哇 十丁的千島湖就是翡翠水庫的上游集水區 周圍有茶園圍繞 湖中央還有一隻神四鱷魚頭的鱷魚島 但遊客要注意這裡是禁飛空拍機的喔 離開千島湖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下開開到瓶林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是 新茶合一 是一家超美的咖啡廳 2021年中才剛開幕的新茶合一 鮪魚茶葉博物館隔壁 旁邊就是茶園 擁有超美的山光風景 他們家也會不定期出自己的茶葉 和店家的周邊商品喔 好美設定時間 這個是奶油可服 加一個手工冰淇淋 還有它的早午餐 早午餐看起來很豐盛喔 然後這是鮪魚醬 還有我們的奶茶 跟檸檬氣泡飲 後面還有茶園 買一道飯耶 鬆餅加上冰淇淋 它不是鬆餅 它是可頌 去壓成鬆餅的那種 可頌鬆餅就對了 對 味道蠻好吃的 很特別的味道耶 這樣多少 一百多吧 一百二 一百二很OK耶 它手工冰淇淋沒有到很甜 滿香的 奶香味很重 鮪魚醬超好吃 這麼誇張 它的鮪魚醬應該是加了洋蔥 美乃滋 跟鮪魚醬本身 應該是洋蔥的甜啦 讓這個鮪魚醬的味道 沒有那麼的西餃的感覺 我們現在人在石定老街 石定老街這邊是我第一次來 但意外的 看起來很古色古香 你看這邊的小溪 等一下我們會過去餵魚 然後這邊的住宅 就直接在小溪隔壁 石定老街的房屋 主要以當地石頭為主要剪裁 房屋就在河床上方 靠主子製成 老街雖然不大 大約二三十分鐘就能逛完 不過老街的馬屬點 也相當有名 逛完之後 還可以到下方的小溪步道走走 夏天還可以到下方踏踏水 冬天也能在一旁賞魚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現在來到石定國小前的烏圖溪步道 這邊就是不能抓不能釣 但是可以餵魚 其實這個老街的最前面 他有在賣魚飼料一包幾塊錢 可是我們懶得走到那邊 結果隔壁的小朋友就賞賜我 四顆魚飼料 他們感覺已經吃飽 沒有人要吃我的飼料 是不是 什麼 法人問題 該吃了吧 沒有人 他們游過那個飼料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好啦 那今天的石定瓶林一日 我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呢 比較適合親子一起同樂的 有流水面線還有厲害的咖啡廳 甚至還可以逛逛老街角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景點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er和Facebook 就可以看到更多我的日常生活囉 大家下次見 掰掰